其实他们今天的这个转播镜头对于王主星而言 一个左手运动员过来会有点挡 打到大陆球相持 再拉回到反手 两面胡圈的实力还是要更加的厚实一些的 没关系啊这球 其实我们还是有所准备的 有所防备的 但是其实这球张本的正手扮出台的能力非常强 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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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的连续斯 王主星的反手连续斯呢 两板的落点啊 是不一样的 连续斯的过程当中带着这个落点的变化 这球很聪明啊 还需选择拉直线 张本防到了王主星的中路 王主星的正手快带 第二局现在拿了一个7比1的开局啊 其实我们可以多去 把自己的正手的威力 多发挥出来一些 王主星现在在反手位上 基本上是已经啊 有一个 非常稳的局面 可以把正手再拉出来 对 没关系啊 换一个勾手 比较正手短 转过来侧身 好的 这已经是王主星的一个经典套路了 张本这次可能要 也是正手短 张本的正手位的技术啊 特别是正手位的调打和正手位的拌出台 这两个技术 它是用的非常好的 但是 它这两个非常好的 同时呢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弊端 它会 一直去调你的斜线 它很少去打直线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去提前算到的一个地方 很少去打这个直线 9比3 摆住 还是有点擦哦 张本的一个运气球 还是摆拧起来 这气球其实拧的有点危险 但是 因为自己的身体没过来 所以直接去拧的 所以有点危险 但是呢